音樂音樂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這星期一晚的《令世界覆取的陰謀》 還有Nikki哥 還有小芳 生日快樂 多謝剛剛過了一天 昨天 有報鄉 我很誠實的 我報鄉三 已經報了嗎?我以為是報鄉 我已經是29加1 人們很流行說29加1 我不敢說 我直接說我30歲了 快把這些女人味擠出來 我常常覺得 只不過是一個數字 不是數字是畫面 女人味擠出來 不用特意擠出來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我硬擠她也沒有 沒有那些情罪以堪 聽很多朋友跟我說 年紀大 機器壞 機器壞 我的體能上 體能上也差了很多 那些新陳代謝 異肥了很多 就是椰粉而已 異肥是肯定的 新陳代謝慢了很多 跟人家說不肥 那你本身吃東西又不太多 我吃很多東西 我選擇雜食 但我最近 這個題外話 不是今天的主題 我發現我不是吃太多東西 但我是肥了很多 減肥 減肥 要啊 要減肥 還有 有些朋友 真的比較年長 有些朋友跟我說 你30歲而已 還很年輕 你心境年輕的話 其實就 只不過是一個數字 也有些很高職位的人說 60歲 現在才是中年 60歲才是中年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其實今天的主題 也跟年紀有點關係 接下來 除了過了Licky哥生日 又有這個 育人節 又有復活節 又有清明節 還有哥哥的四肌 另外還有一樣 我想我們已經忘記了 就是兒童節了 4月4日 4月4日 但其實兒童節 我兒童節的時候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兒童節就好像有玩具買的 好像生日 我兒童節 對於我來說 就不是太大的影響 沒有什麼特別去慶祝 或者是 可能家人不太著重 即是那些什麼母親節 父親節都沒有什麼 父親節、母親節 有的 但是兒童節就不是太著重 當然 年紀越大已經不是兒童 那你還有母親 你首先要明白 我3月28日生日的時候 其實過了兩天 又到兒童節 對於父母 其實都不太大影響 但其實我再看回 以前沒有留意 現在再看回 其實兒童節真的不是兒童 兒童節是提醒你們的大人 即是我們的大人 其實就是疼愛小朋友 不要虐待兒童 保護兒童等等 沒錯 在香港就是4月4日 其實如果在國際間來說 基本上都是6月1日才是正式的那一天 其實你可以說除了香港之外 台灣也是4月4日 對 中華民國 其實台灣也是4月4日 香港一直以來 兒童節這一計 一直都是跟台灣 所以我們要秉持著 記得4日才是我們的兒童節 對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兒童 兒童節就是要疼愛小朋友 但其實反過來 很多小朋友 不單是很多家長心目中的小魔怪 而分分鐘他們本身是潛藏了魔鬼 即是說電影去看的話 就孤兒 大家有沒有看過 孤兒 我反而記得 我很想念你老婆 哈哈 哥哥就是殺人犯 是啊 那個年輕人 很想念你老婆 其實這個概念也有點相似 就是一個小朋友的外表 但是其實他們年紀上面 不怒症 是的 他們有不怒症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一個人 只不過是有一個小朋友的外表 這樣的情況下就騙人 是的 那殺人犯和孤兒 也有說他們殺人 但現實中不是說這些不怒症 而是真正的小朋友 其實都是有連環殺人的情形出現 究竟他們是因為什麼原因要去殺人呢 其實最小的年紀 好像有一個是十歲已經做了連環殺人犯 即不是那些不小心弄死了那些小朋友 他們是故意的 精心去設計去想 有經過計算 其實小朋友除了剛剛小花說 即是在父母心目中的小魔怪 已經很恐怖了 之外 其實他們可能隨時真的會不介意 因為妒忌 可能 有的有的 小朋友是會有妒忌心的 尤其是我小時候也會有妒忌心 即是當我妹妹出生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被分薄了 捏她 那我又沒有捏 但是我是會 撕她 你真的很可愛 我又沒有 但是那時候我會有一個妒忌心 就是因為我是家裡最大的那個媽媽 當我妹妹出生的時候 我就開始讀書了 就變成好像分薄了家人 一些愛 會有這樣的想法 尤其是小朋友 你很簡單直接地覺得 多了一個人跟你分享父母的時候 你就會自自然 又會不開心 然後有些偏激少少的小朋友 就會好像剛才我們所說的 有些小朋友可能會出現 有殺人傾向等等 是的 我們今晚這一集 就圍著小朋友 除了第一節 我們會說一些 小朋友的殺人犯之外 其實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很多關於小朋友的事 例如 其實有很多妖怪 不知道為什麼 是很喜歡吃小朋友 要來嚇小朋友 以前小朋友 你相傳下來 其實就算是我們 有些黑魔法 都是玩人制的時候 都是拿小朋友 拿柱子之身 柱子之身 甚至乎 我們說到 某些國家的 政要 他們亂同 都是關於小朋友的事 會說一些關於妖怪 對 很喜歡吃小朋友的妖怪 另外到最後 其實我們應該都教時人說 我們會說一個美國很出名的小朋友 就是說黑眼兒童 今天我們圍繞著這個小朋友的主題 我們由這個很想念你老婆 開始 就是有些小朋友的殺人犯 其實剛才剛才說 基於妒忌心 那一件事 我不完全記得有一套電影 也是講小朋友的小學 是荷里活的電影 殺人 因為她說一個品學兼優的乖乖女 她對於自己是非常之嚴苛的 她生活的環境 就是她對一些獎項非常之志在必得 但是突然之間 不知道有一天她老師見到她 在學校的時候 做了一些鬼鬼祟祟的行為 比較詭異一點 最終她的公民獎 就是外國的學校派的公民獎 就給了另外一個學生 她很生氣 然後就推了那個小孩落崖 這套電影是說的 還有她的那個小妹 小妹的犯罪心態 因為她一直都是超高智商 超高智商 她是計算了每一步 然後就算警察去找她 沒有任何的蛛絲馬跡 然後最後她爸爸開始懷疑她的時候 她最終殺了她爸爸 究竟現實中有沒有這麼高智能的罪犯 高智能 好像AI一樣 因為你剛才說學生老師 我只想起日本學生老師 我想起我看過的影片 我們先來 我們先出圖3 我們看看第一個殺人犯是誰 這個就是一個叫傑西的年輕 他是曾經其中一個 被判一級謀殺最年輕的其中一個 不單單是他 他做過什麼事呢 他是做過一些很殘暴的攻擊 被人抓了 其實他之前被人抓了之後 他在媽媽幫他打官司等等 其實是假釋了出來的 他可以在媽媽看著的情況下 叫做放出來 但放出來之後 其實他一開始就是打架 就是半逆期 我想像立工具 放出來之後 他直接是再 失蹤了 他先失蹤了 後來警方就列了這個年輕人做頭號通緝犯 但當時是10歲 他失蹤了 但他被人 頭號嫌疑犯 他失蹤了 但他又被人 叫做頭號嫌疑犯 是啊 因為他是假釋之後 失蹤了 最終 很快地 這個年輕人殺的那個 小孩 那個小孩女兒的屍首 被警方發現到 在這個傑西的媽媽 服裝店的地下室 找到 傑西所殺的小孩女兒的屍鞋 所以最終 發現到 這個屍首之後 當時的警察 因為要先說一下背景 因為傑西當時 這件事是發生在174年 19世紀中 所以當時 其實 他14歲 所以當時 其實還是有一些 比較偏門一點 或者以前的極型 絞型等等 那時候 雖然 這個傑西 被判處絞型 但是當時的州長 拒絕簽署 這個 搞刑 死刑的 這個 執行令 拒絕了 所以 最終 阿傑西正是囚禁 在這個單人牢房 直到72歲的時候 就死了 即是他14歲的時候 當時 他殺死了 他的妹妹 不是 這個不是他的妹妹 這個是殺了一個 小妹妹 只不過 當時 不是他失蹤了 是那個小妹妹 失蹤了 小妹妹失蹤了 然後 他被人懷疑 因為他那時候 犯了很殘暴的事情 我想那個區 不是很大的 所以 尤其是 尤其是當時 19世紀 中 你的資訊又不是很發達 你也是靠 他也沒有照片 他也是靠 畫像 畫出來 所以大家看到 阿傑西的樣子 其實畫像 就是因為他 那時候是 19世紀 即是1874年 那時候 還有 剛剛說了 就是 那個州長不肯簽絞刑 因為那時候 還是有執行死刑的 這些 百例 但可能因為他 年紀太小的關係 所以就不肯簽署 當然 其實 但其實判老中 他72歲 死了都沒有出來 基本上 他嚴格來說 在這個世界 都消失了一半 小時候 犯下的罪行 其實都要負責 那我們下來 第二個 可以去這個圖五 這個 就發生在 新墨西哥 這個比較近 這個 已經是 2013年的事 21世紀 2013年 這個小孩子 15歲 其實這個小孩子 本身 他自己性格 有些障礙 他是有曾經想過自殺 也有想過殺人 他更加 這個人 就好像說 他是射殺了他媽媽 他怎樣射殺他媽媽呢 他拿了他爸爸 一把 AK AK不是47 AK15的半自動步槍 射殺了他媽媽 他還要射殺了他媽媽 他還要射殺完他媽媽之後 把那條絲 拿給他9歲的小孩子 那個小孩子看 然後呢 他呢 還瘋得 把他的小孩子 即是給他一條絲 你看 喂小孩子 你看 剛剛我射死了媽媽 你看看 可以不可以 他轉過頭 把他小孩子 和兩個妹 真是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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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他還在等 射殺完 即是殺鬼了 含家 即是除了他自己 他媽媽和弟弟 再加上兩個妹妹 他就在家裡等 等了四個小時 他等什麼呢 就是等他爸爸回來 他爸爸曾經做牧師 不知道是不是他覺得 太暗沉了 這個不知道 我想本身是太瘋了 他故意等他爸爸回來 準備射殺他爸爸 而且還進行了多次的射擊 他甚至 還用了不少的時間 把他媽媽 死了的照片 電郵 電郵給他的女兒 首先 我不說他這麼變態 15歲的年輕人 15歲有個女兒 也很正常的 上學外國人 好像差不多 外國人 比較早熟一點 但是他不會瘋到這樣 突然想起爸爸的拖 你兒子發這些事給你 但這裡沒有寫到他爸爸 有沒有死到 對 只是說他 最終被警方抓到的時候 他犯了兩項的謀殺罪名 三項致死兒童虐待罪 這件案 其實今時今日 這個我再 因為可能很厲害 英文沒有那麼好 其實那時候 一、三年的時候 還是說 代判 因為要等他的精神報告 很明顯這個是精神有問題 但是說真的 你看他的樣子 又沒有什麼 十五、六歲 其實都青少年 都是年輕人 還是小朋友 可能他們的心致味 是完全成熟的 或者甚至乎 之前我們有一集 其實有說過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 他們是叫做 湊見自己的一個 完全人格的那個時間 嗯 就變成他很容易 會是受到外界的一些影響 或者一些可能 平時他上網看開的 打機的那些片 Headshot 或者打CSE那些 就會是充分了自己的頭腦 去想 或者是很容易 不是玩到吃雞多 那時候應該有 有啦 一、三年有了 好像 還沒有 所以什麼 設計不是電話有先 一路 PC 那時候一直有 很多年了 一、三年有了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一玩手機 可能是CS CS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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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也是玩Headshot 但是我又不覺得 一定是打機導致 即是你現實世界 和虛擬世界 正常 正常會分到 現在是拿著他的精神報告 我又覺得 精神一定是有問題的 但是怎麼判就不知道 是啦 可以回來 先回來 暫時 叫做 輕輕分享了兩宗 我們下一節回來 可以分享多一點 然後 我們就可以 再進入另一個題目 進入一個 比較怪異一點的 一些怪物世界 下一節見